好 各位觀眾 其實帶你來關心這個小犬颱風 對於東部地區造成的最新的狀況 而且現在機車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大五鄉的大鳥村周邊的海域 可以看到呢 這個海浪是越來越大 而且風速也越來越強的 雖然那邊比較暗一點沒關係 到我們裡面 接下來頭燈直接照給你看 這個海浪啊 浪框啊 剛剛可以最高可以到3到5公尺左右 這個浪一直吸來 而且呢 靠距離這個岸邊是越來越近的狀況 那麼呢 其實這個去向局也預測了 因為這一次啊 這個小犬颱風呢 它的路徑是越來越往南修的 就跟直接閃過了中央山脈 跟之前的這個海葵颱風比較起來呢 相對可能會再強一些 因為之前的海葵颱風啊 直接往台東撲過來 撞到了中央山脈之後 這個強度稍稍減落了一些 但是這一次呢 直接預測了路徑 是從南部掃過去 所以它整個結構到目前為止 都是非常的清晰 颱風也非常清晰的 所以這一次的威力可能不容小距 那現在目前記者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比較在台東偏南部的地方 那麼呢 等等今天預計 在明天的清晨就會來靠近台灣 那到時候的風雨一定會越來越強勁 觀眾朋友一定要留意 以上講最清晰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